今天咱们轻松一点,跟大家分享一下《藤王阁诗》,然后聊几句天,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叫娘化白泽。 先说《藤王阁诗》,它是附在《藤王阁序》之后的一首小诗,也是王博所作,相当于是对前文内容的概括,没有那么密集的知识点,也比较好理解。 另外,在上一期视频中,我把诗中的《招》读成了《潮》,一会儿再读的时候,我会纠正过来,也感谢粉丝们把这个问题指出来,否则真的很容易给不知道的人造成误解。 谢谢大家,闲话不多,我们进入正题。 《藤王高阁临江主》,《沛玉明卵霸歌舞》。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,古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,现在的标点符号是后人加上去的,所以不能用现代的阅读习惯去理解古诗。 对于古诗来说,逗号算一句,句号算一连。 像这首诗就是四句八连,分别是首连、韩连、颈连、尾连。 《藤王阁》,咱们讲个五期了。 故指在现在的江西南昌赣江江边,江就指赣江,是江西省最大的河流。 明鸾,鸾指鸾陵,是古代记在马山上的响陵。 明鸾就是马车跑起来时叮当作响的鸾陵声。 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,高高的藤王阁,下陵赣江。 想当年,贵人们坐着马车,挂着琳琅玉佩,来到阁上参加宴会的那种豪华场面,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 《藤王高阁临江主》,第一句开门见山,点出了藤王阁的地势。 藤王阁,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过,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李元英,在任洪州都督时建的。 夏林赣江,可以远望,可以俯视,夏文的南谱,西山,咸云,谭影和剑外长江,都是从这句藤王高阁临江主中生发出来的。 藤王阁的地势那么的好,但是,佩玉鸣鸾罢歌舞。 过去的繁华场面已经不在了,第一句写空间,就是地势,第二句写时间,就是过去和现在的对比。 第一句兴致勃勃,第二句异性阑珊,两两对照,一种沧海桑田的落寞之感,油然而生。 画动朝飞,南浦云,株连木卷,西山雨。 这首诗中南浦云的解释,各位恐怕只有在我这里才能看到。 这里的南浦云,其实是指豫章石井之一的南浦飞云。 南浦,源自南面的水滨,后来指南昌旧城门广润门外,干将符合交汇处一带的风光。 古时候,在这里有一个南浦翼,南浦翼旁有一个南浦亭, 这块地方,北林藤王阁,西桃花村,景色一人。 春天的时候,垂柳依依,雨丝飞飞。 秋天的时候,白云飞逝,咽过惊寒,更添离别的丑恤。 西山,这个西山,大概是指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西山。 这个新建区不是新建的区啊,人家是个千年古役。 画洞,就是咱们去参观古建的时候,那种有彩绘的栋梁楼阁。 这两句是说,早上,南浦飞云从画洞边掠过,黄昏,珠帘卷入了西山的细雨。 这两句,仅成第二句,继续描写藤王阁的冷清寂寞。 雕刻精美的梁木,用珠玉做成的门帘,多么美,多么好。 可是,陪伴他们的,是南浦的飞云和西山的雨。 过去的藤王阁,也是帝王之子居住的地方啊。 可如今,人去楼空,一派苍凉。 闲云谈影,日幽幽,物换星移,几度秋。 物换星移,形容时代的变迁,万物的更替。 这两句诗是说,坛中白云的倒影,每日悠然浮荡,时光一世,人世变迁,不知已度过几个春秋。 从这里开始的后四句,是抒发生命短暂,繁华一世,人生无常的感叹。 阁中弟子,金河在,剑外长江,空自流。 弟子就是藤王李元英,剑就是栏杆。 藤王阁中的藤王,如今在哪里呢? 只有那栏杆外的江水,空自流淌,日夜不息。 前面的闲云谈影,日幽幽,和最后一句,剑外长江,空自流。 都是晴与景的完美融合。 抒发的是那种孤独寂寞,只能任时间流淌的哀伤情绪。 剑中弟子,金河在,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历史的长河之中。 剑外长江,空自流,把人们的目光带到了更广阔的空间。 长江无情地流动着,时间冷漠地流逝着。 历史上,无论多么辉煌灿烂的生命,最终都将悄然逝去。 一个空子,把全尸的悲伤之情发挥到了极致。 荣华富贵为空,功名利禄为空,情爱道义,义为空。 这就是腾王阁诗,与腾王阁序不尽相同,他没有那么密集的知识点,整体抒发了一种悲伤的情绪。 我在读的时候,辉尤德想起了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一句, 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。 就是说,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来讲,不论活得多长,都只是过客而已。 谁都无法做世界的主人,因为我们终究是客人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就长按点赞键五秒钟,给我一个超级推荐吧。 心情忽然沉重了起来,我们还是聊一些轻松的事情吧。 其实这个稿子我前天就写好了,但是万万没有想到, 写完稿子之后,迎接我的又是满满当当的工作, 所以到今天才能录,所以我今天讲的会是前天发生的事情。 前天对于我来讲是很奇妙的一天,那天有超级月亮嘛, 天真的天气也还行,我没有想到那天我会出去追晚霞, 追着追着就追上了雨,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, 看着天上那么大一片乌云,我还是朝着前面紫色的云彩的方向骑。 最后淋了个洛汤鸡回来,还挺开心,我也没有想到, 晚上的时候我会在马路上呆呆地看月亮, 就看着那个月亮,一点一点,从缺一半到缺一点, 再到圆,再到特别圆。 一开始我还没有完全掌握拍摄月亮的技巧, 所以拍得特别小,后来就放大了拍了, 这人一静止啊,就容易思考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, 人的一生如果只是从睡到醒, 从上班到下班,从出生到逝去, 未免有些单调。 当然,如果能这么平静地过一生,也是福气, 只是在平静之余,我们需要一些意料之外的小事, 去填补着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的人生, 比如追彩霞,比如淋雨,比如看月亮。 我希望大家的生活平静而充满惊喜, 忙碌却不乏浪漫。 我看了大家在上期视频中的评论, 希望我想蓝亭集序和洛神父的朋友特别多。 蓝亭集序我之前讲过了, 一会儿我会把链接放在评论区置顶。 既然蓝亭集序咱们讲过, 那么下一期咱们就讲洛神父。 最后,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, 我为什么叫娘化白泽呢? 白泽是上古神兽, 是祥瑞的象征, 能令人逢凶化吉, 而且号称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, 这是我的一个美好愿望。 娘化其实没什么意义, 因为当时叫白泽的人很多, 我试了很多前缀, 都跟别人有充年, 突然之间灵光乍现, 加了个娘化才是独一无二的, 所以就这样了, 顺便解释一下粉丝团的名字, 虽然我也不知道粉丝团是干啥的, 但是他提示我改名, 我就给改成了邹瑜, 邹瑜是古代传说中的人寿, 非常仁爱, 连青草也不忍心践踏, 我相信我的粉丝都是尊重自然, 善良仁爱的人, 所以给粉丝团取了这个名字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, 热爱传统文化, 我是娘化白泽, 感谢您的收看, 咱们下期再见。